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吧 咱先说说这个作用域的问题 之前咱说了一个function 一个函数像一个屋子一样 这个屋子的形成好像就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域 和外界好像有一些阻隔 有一些规矩 对吧 里面能看到外面的 外面不能看到里面的 两个屋子之间是彼此独立的 对吧 是这么回事 然后咱那时候说呢 咱就说可以把这个函数所生成的 这一个空间 咱就管它叫做一种作用域 但是它不精准 今天咱们就真正的探索一下这个作用域 是什么东西 这个作用域 听我说吧 这个作用域确实是因为函数的产生 而产生的独特的东西 就是说作用域属于一个函数 一个函数产生了一样的作用域 那东西的吧 这俩是相绑定的 那这个作用域到底是啥玩意儿呢 咱看看 首先咱了解一个东西 咱说每一个对象都 每一个对象都可以有属性有方法 对吧 虽然说咱不太了解对象 但对象两个基本特性 对象有属性有方法 都是为了存值的 对吧 存值的 对象可以有属性 一切为对象的东西 就都可以有属性 对吧 这是不是一个三段论 对吧 咱说一切对象都有属性 那么这个东西是对象的话 这个东西一定有属性 对吧 三段论 哲学问题 对吧 古希腊哲学 那咱看 咱说function 函数它也是一种特殊的对象 因为它身上也有属性 咱之前接触过函数可以有 是不是.name 对吧 它是一种特殊对象 它叫函数类对象 然后呢 这个函数的对象 它有一些咱们可以用的属性 比如说这个tethername 包括咱们后期学的什么什么prototype 什么的 咱今天可能就讲到 这些都是它的属性 这是它可以用的属性 咱们可以访问的 还有一些属性是咱们访问不了的 你说咱访问不了的属性 那还叫属性吗 也叫属性 比如说这个东西 它叫scorp scorp呢 翻译过来叫域 区域的意思 计算机专业术语叫域的意思 这个东西呢 是它的一个属性 它的写法才就是这样的 方括号 方括号 scorp 它干嘛呢 这里面存的就是由这个函数产生 而产生的这个作用域 而产生作用 这里面存的就是一个作用域 里面很复杂的一个结构 咱们稍后慢慢讲 你就知道这里面存的是一个作用域 就OK了 好吧 那这个东西咱能不能用呢 咱用不了 这个东西是隐式的属性 隐式的属性就是说 它是属性 但是你不能拿出来 就是隐式的概念的东西 比如说你们邓哥 表面上有一个媳妇 但隐式的有四个 但你问它 它打死也不会承认的 能懂我意思吧 这回也是 这也是 这个scorp就是隐式的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干嘛呢 系统会通过它内部的一些原理 去定期的调用这个scorp 但是它不会让你用的 能懂我意思吧 就是它用它不会让你用 但确实存在一个东西 能懂我意思吧 确实存在的 scorp 咱看一下scorp的一个官方解释 这段话读完之后 基本上你是理解不了的 但依然还要读一下 对吧 虽然说每个招数字函数都是一个对象 说没问题 对象中有些属性我们可以访问 也不可以访问 也没问题 对吧 这些属性仅供 说这些不可访问的属性 仅供JavaScript引擎存取 也就是说仅供这个系统 自己来调用 OK吧 JavaScript引擎 然后呢 scorp就是其中一个 以上这话 是不是咱都理解了 对吧 就下面这句恶劲 scorp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 作用欲 作用欲里面存储了啥呢 存储了执行期 或者运行期上下文的集合 scorp里面存了执行期 上下文的集合 而执行期上下文呢 咱们上堂课还讲了一些 对吧 同说一遍啊 执行期上下文啥东西 其实这两堂课吧 它特别有意思 讲B包的时候 必须得知道执行下文 但执行期下文的精解 那是属于遇变异的环节 他俩又不挂钩 对吧 所以一开始讲的时候呢 要先讲B包 这个执行下文就理解不透彻 先讲执行下文 终于理解不透彻 对吧 所以倒过来讲 我觉得还挺好 咱上堂课讲那个东西啊 那个AO那个GO啊 那就是执行期上下文 执行期上下文 看下官方解释啊 当一个函数在执行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执行期上下文的内部对象 其实这句话精准的说法 应该是当一个函数 在执行的前一刻的时候 对吧 是不是预变异发生在前一刻 对吧 执行前一刻 当然也可以说在执行时了 对吧 执行时 当函数执行时 会创建一个执行期上下文的内部对象 一个执行期上下文 定义了一个函数执行时的环境 这话你就范范的理解一下吧 什么叫一个函数执行时的环境 那些个提升啊 对吧 都是它的环境 对吧 由于这个函数而产生的一些 什么变量提升 函数提升 对吧 那些东西 然后呢 函数每次执行时 执行期上下文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多次调用一个函数 会导致创建多个执行上下文 来说一下啊 比如现在我要执行test 是不是得产生一个AO 对吧 那执行完了 怎么着 执行完了 执行下一次吧 下一次 它是不是要新建一个另一个AO啊 和上一个AO是没关系了 因为这是两次执行了 对吧 你分享是两次执行 也得有两个环境 对吧 和上一个没关系了 所以说每次执行完之后 它都会产生一个独一无二的 这个AO执行上下文 OK吧 然后你说执行完了 第一次执行完了怎么办呢 这AO它上哪去了 AO听说 AO只作为及时的存储空间 比如说我用完你了 拜拜 不要你了 难道意思吧 这属于渣男类型的 对吧 然后不要了 对吧 第二天不联系了 对吧 应完了 不联系了 对吧 这样类型 所以AO也是 多次就要用一个函数会导致 创建多个执行筛文 当函数执行完毕之后 它产生的执行筛文被销毁 就是一个函数执行的时候 产生一个AO 执行完干掉 对吧 执行完干掉 每次执行的时候 创建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 对吧 难道意思吧 这是一个执行筛文 从来从来从你读一遍 录像了 一个执行期上下文 当函数执行的时候 会创建一个执行筛文 那就不像 也就是说简称AO ActivationObject 对吧 一个执行期上下文 定义的一个函数执行时的环境 函数每次执行时 对应的执行期上下文 都是独一无二的 然后多次这样一个函数 会产生多个执行筛文 这是必须的 对吧 然后执行完之后 会把这个执行筛文 干掉销毁 对吧 它不会保留的 绝对不会保留 这是执行时上文的概念 然后反过来再看这一页 第一页 咱说scorp里面存的是作用欲 作用欲是啥东西呢 最后一句话 scorp里面真实存的 就是我们的作用欲 其中 其实真正的存储了 很多个执行期上下文的集合 这就懵了 一个函数里面有一个 scorp属性存的是作用欲 一个函数执行的时候 还产生了唯一一个AO 对吧 那你里面为啥放的是一个集合呀 别着急 别着急 往下接着瞅 作用欲链 作用欲链 其实我再解释一下 这个scorp里面存的呢 其实叫作用欲链 这个作用欲链 才是执行期上下文的集合 咱先读一遍 一会儿跟你说是什么东西 作用欲链呢 是scorp中所存储的 执行期上下文的集合 你看scorp中所存储的 执行期上下文的集合 这个集合成链式连接 我们把这种链式连接 叫做作用欲链 也就是说scorp里面 存的是一个送欲链 送欲链呢 是由多个执行期上文 连接起来的 像一个链条一样 连接起来的 形成一个东西 对吧 是一个这种结构 那你说链是哪来的 除了自己产生 那个执行期上文的 那些个不是自己产生 执行期上文哪来的 咱一会儿再说 咱先看一个小例子 先看一个小例子 这堂课是咱们有史以来 无论是你之前学过的 还是之后要学的 这堂课是最恶心的堂课 OK OK啊 先不用管那么多 先课你能理解 就是纵维带是啥东西 不用管 不用管 你就记住 刚才你能理解的一部分 就可以了 你包括 包括这段话 这段话是不懂 没关系 不记了 这句话是不是也不懂 也不记了 不记了 咱就看能理解的部分 现在是不是页面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咱们的编辑里面 有这样的句话 一个A函数 不用看一看 A函数里面是啥 一个A函数 然后global 然后一个A之形 对吧 在这个A函数 刚刚出生的时候 是不是它是定义环节 对吧 在它刚刚出生的时候 这个A函数 就有自己的属性和方法了吧 是不是这个时候 它就有A点内幕了 对吧 但同时呢 既然有A点内幕 那肯定有一个东西 叫A点 Scorp 是不是存它的纵域的 对吧 肯定有A点Scorp A点Scorp里面存的是啥呢 这个时候 来 看我这个图解吧 存的是啥呢 A点Scorp里面存了一个 纵域链 纵域链里面装了 直级上面的集合吧 这个时候 还没有达到集合的程度呢 纵域链里面就一个人 就一个啥呢 就一个第零位 第零位指向的是一个 global object 直到global object glo吧 是不是glo 是不是全局的执行期上下文 对吧 这个时候 听说 A函数刚刚被定义的时候 听说 A函数刚刚被定义的时候 它的Scorp里面 就存了东西了 存的是啥呢 只存了一位 只存了一位 这个Scorp里面 只有一位 叫啥 叫go 叫go go go里面肯定有一堆东西了 有this 有window 什么 this window 咱以后再说 现在太早了 Document 以后再说 是不是肯定有个A变量 有个A函数 对吧 A函数 对吧 肯定还有一个global变量 对吧 global变量 是不是都是一个go里面 应该有的东西 就是现在 听说 现在 这个综于链里面 你想链肯定是一个环节 一个环节 对吧 这个链里面只有一个头 还没有形成链结构了 对吧 但是确实是有了 确实是有了 存的是这个 这是A刚刚没定义 A被定义完 那咱们接着应该走的环节是啥呀 是不是A执行啊 A被定义完 是不是应该走的环节是A执行 对吧 A执行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改变 A执行 A要干嘛 一个函数执行 要产生一个 执行器上下文 AO吧 对吧 它产生完了AO 你知道这个AO放在哪吗 它产生 你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在一个函数里面 去访问一个变量值的时候 它要先找自己的AO 然后再往上去找 它肯定是有一定规律的吧 对吧 比如说咱一个函数里面 在一个函数里面 看这 这里面定义一个A 123 然后这块呢 访问这个A 你说现在访问的A是什么 应该答案出什么 应该答案出123吧 是不是自己的AO里面有 GO里面也有 它是不是先找自己的 那也就是说 我能先找完自己的 再找GO 那肯定是我自己的这个AO 和这个GO 有一点什么联系吧 是不是肯定会有一些什么联系的 这种联系就叫做作用预链 然后你看 当A 咱看这个吧 回归到这 当A函数被执行的时候 它是不是产生一个自己的AO AO放哪呢 放到作用预链的顶端 听说 AO放在哪 放到作用预链的顶端 放到作用预链的顶端 来 咱看一下 现在 A字 听说 刚才那个环节是 A函数被定义 算我写英文吧 行吧 Define 能看懂吗 Define 这块其实应该handle 还行 对应吧 对应吧 被定义 被执行的时候 被执行的时候 它的scorp里面 发生点变化 scorp里面 第0位 装的是 AO了 第1位 装的是 GO了 这个第0位和第1位 其实就是一个 它就像一个书组一样 能懂得懂吗 比如书组的打头位 书组第二位 只不过这个是在一个空间里面 这就相当于一个链的打头位 这相当于一个链的摸尾位 能懂得懂吗 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来咱看我图解 A被定义的时候是一个这样 然后A执行的时候 它的scorp 这个A执行的时候 A的里面 能看清这儿吧 A里面是不是有个scorp属性 存的是送链对吧 送链叫scorp chain scorp chain 然后有两位 第0位 指向的是 自己新建的这个AO吧 是不是自己新建的AO 自己产生的一些东西 然后第一位 就是 GO吧 Global Object 对吧 第一位是Global Object 所以在这个时候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在A函数里面 要访问一个什么变量的话 它要找的是什么 系统上哪里去找这个变量 系统上A的scorp里面 去找这个变量 A的scorp里面 是不是放了一个链 有顶端 有底端 对吧 它会上作用链的顶端去找 然后依次向下去找 顶端没有 就上下面来找 能明白意思吧 其实咱上当课说了 说我要找一个变量 上哪去找 上AO里面找 或者上GO里面找 对吧 其实最标准的说法 应该是上它的作用链链 里面去找 然后捋着它的作用链 从顶往下找 从顶找到底下 对吧 从作用链的顶端 找到底端 这是一个整个查找的过程 然后咱重新再来一遍 咱先看到这 重新再捋下这个概念 再帮助你理解一下 来看这 scorp咱不说了 scorp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作用链 其中存储了运行期上下纹的一个集合 然后呢 综艺链 综艺链就是scorp中所存储的 直径上纹的集合 这个集合成链式连接 我们把这种链式连接叫做综艺链 这个东西就跟废话一样 对吧 然后看这吧 这块有一句话 叫查找变量的时候 我们要从综艺链的顶端 依次向下查找 这块再补充一下 叫在哪个函数里面查找变量 就上哪个函数的综艺链的顶端 依次向下查找 你们有意思吗 比如说现在 我们是不是在A函数里面 要找一个变量 对吧 在A函数里面去找一个变量的话 比如说现在我把这个眼睛放到这 Consular Log 我要在这查找一个变量 A的话 咱是不是应该找A的scorp 对吧 因为A的scorp 是不是现在已经是一个综艺链了 对吧 已经是一个综艺链吧 你说它怎么构成综艺链 它就是这么构成了 A刚刚出生的时候 就是A刚刚出生的时候 它的scorp里面就已经存东西了 存的是什么呢 存的是GO对吧 在形象点说呢 A刚出生的时候存的是什么东西 A刚出生的时候存的是什么东西 存的是GO 但是形象点说是啥 A刚出生的时候 存的是它所在环境的那个综艺链文 对吧 它所在的环境是不是全局的 所以它存的是GO吧 对吧 这是一个它的过程 然后咱接着往下看 咱重新来一遍 这块也是我那代码 AB和刚才那个东西 首先第一步是不是应该是A定义 A定义是不是产生了一个这样的环节 A定义的话 A这个scorp里面就存东西了 存的是全局的GO对吧 咱不磨叽了 然后是不是紧接着A执行 对吧 A执行的话 A产生一个执行纱纹 把这个执行纱纹 放到自己综艺链的最顶端 对吧 把执行纱纹放到自己综艺链的最顶端 然后呢 然后把刚才的GO 是不是往下串一格 对吧 然后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综艺链 scorp chain 有D0位和D位 然后一旦咱们在A里面去查找一个变量的话 它会在A的综艺链的顶端 D0位是不是依次向下查找 找着了就拉倒了 对吧 找着拉倒了 然后紧接着 由于A的执行产生了一个过程 叫B函数的定义 是不是A里面定义的一个B函数 对吧 是不是由于A执行产生一个B定义 那B它作为一个个体的话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函数 它是函数的话 它也得有自己的scorp吧 比如说我也得有个scorp 那它的scorp是不是 当它刚出生的时候 它的环境是谁 当它出生的时候 它的环境是谁给的 A给的 它不但在G有里面 还在A的AO里面吧 它是不是还在A的范围里面 所以它的环境是A给它的吧 是不是减A的现成的了 对吧 所以它刚出生的时候 它看见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A 对 是不是A函数形成的那个AO那个环境 换句话说 也就是刚才A的劳动成果 这是A函数被执行时 发生的过程 它A函数保存了这样的一个scorp吧 所以B函数刚刚在定义的时候 B函数拿的就是A函数的劳动成果 在你的基础之上建立它自己的一个东西 那东西是吧 这是B函数刚刚被定义的时候 B函数刚刚被创建 刚刚被定义的时候 它保存的就是A的劳动成果 一模一样的 然而这个阶段没什么用 你知道吧 它被定义的时候 咱也防不了它什么东西 关键在于它在执行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对吧 B在执行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也得生成一个自己的执行筛文 自己的执行筛文 生成完之后放到哪 放到作用于链的顶端吧 所以B在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生成了一个自己的AO 这是B的AO吧 放到了自己的作用于链的最顶端吧 是不是在这 然后假如说你在B里面 去访问一个变量的话 它的访问顺序是什么 是不是自顶向下的去访问 自B执行 自B的这个作用于链的第零位 一直向第二位去找 能懂我意思吧 是这么个情况吧 所以你在B里面去访问变量的时候 应该先找B 综于链的最顶端 然后再找这个 再找这个 能明白我意思吧 OK吗 再来一遍啊 再来一遍 那个晚去哪不懂 你不懂 什么 没事懂了 来吧 从讲一遍啊 从讲一遍 没事 你们这懂只是相对懂啊 只是相对懂 来啊 再来一遍啊 再来一遍 这个过程就是啊 这个过程啊 如果说你仔细听的话 如果说你自己分析的话 会产生很多的疑问啊 咱把这疑问慢慢解开 我跟你讲 今天主要的过程 就是讲这三步 看这三步简单吧 三页完事了 对吧 花好多好多遍去讲了啊 很麻烦的 没那么简单啊 没那么简单 有几个问题 我先给你抛出来啊 第一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现在脑子里最最最最麻团的一点 消失的时候怎么消失啊 因为一个函数执行完之后 是不是要敲给它的知音杀文 对吧 咱慢慢来哈 慢慢来 咱重新再捋一遍 然后解答这个问题啊 来再看一下这个函数啊 这是一个整体的函数 A在这个全局的作用域里面 然后呢 下面有这个 globe这个变量 有这个A这个执行 然后首先第一步啊 系统先看到的肯定是A定义对吧 A定义的话 A有一个知音杀文 错了 A定义的话 A有一个scorb scorb里面存一个全局的知音杀文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 全局的知音杀文 然后紧接着呢 A被执行了 A被执行的话 A产生一个AO 把这个自己的AO 放到作用域的最顶端 形成一个新的作用域链 对吧 形成一个新的作用域链 也说现在A的这个scorb 和刚才那个scorb 是不是不一样了 它的不一样 只是里面存的值不一样 scorb还是那个scorb 对吧 存的值发生变化了 然后紧接着 这个时候啊 咱不看B被执行的 不看B被定义 不看B被执行的过程 这个时候 假如说我们就在A里面 去访问一个变量的话 是不是访问的是A的scorb 是上A的scorb里面去拿东西 A的scorb就是一个仓库吧 对吧 你这个库里面存了一个作用链 然后里面挂了各种变量 我要去你的库里面 拿东西的时候 我就得遵循你的规则 自顶向下去查找 对吧 是不是这么回事 对吧 然后呢 接着 A的执行 产生了B的定义 对吧 因为B在A里面藏着呢 我执行了 你才能被定义 对吧 我执行才能被定义 B被定义的时候 B有一个天生的scorb scorb里面是不是存了一个 他所应该有的这个综艺链 对吧 但是他所应该有的综艺链 和A那个可 不一样吧 A刚开始出生的时候 他在全局的环境里面出生 他能看到的范围 就是全局的 对吧 但是B刚刚出生的时候 B可是站在A的肩膀上 去看世界的 所以A里面能看到的东西 是不是B都能看到 所以说B拿到的 就是A的劳动成果吧 对吧 B刚刚创建的时候 他自身有的 就是A的劳动成果 对吧 然后B被执行 B执行的时候 是B自己产生一个 执行删文 对吧 B产生完执行删文之后 放到自己综艺链的最顶端 形成一个综艺链 然后你在B里面 去访问这个变量的话 就会依照B的 执行删文的顺序 012的去访问 对这吧 对这吧 OK 第二个A到底是不是A的 这个吧 对吧 OK 咱说一下 问大家问题 咱先做个小例子 咱们说到底是不是A的 到底是不是A的 做个啥例子呢 这样 这样看好 A里面是不是 A里面是我变量A 对吧 B里面我变量B 好 我在B里面能不能访问到A 能不能访问到A 能访问到A吧 那我就访问它 我给它变成 我给它变成什么呢 我给它变成0 好吧 咱是不是说B里面是能访问到A的 我给你变成0对吧 然后我在B执行完了 B的执行是不是把A变成0了 我在B的执行完之后 我访问这个A 已经访问过了对吧 B执行完之后 我访问这个A 能看到我要干嘛吗 如果B执行完把A变成0了 我在B的外面访问这个A里面的A 对吧 B的外面访问A里面这个A 别的了 我都给它起成AA吧 AABB吧 要不太恶了 和那函数名重了对吧 咱们这样 我把这个两个AAA变成0 如果我在B里面把AA变成0了 我在A的里面访问这个A 还是123的话 说明啥 说明一样 说明B的执行线纹里面 那个AO和A产生AO 不是一个人吧 因为你看 你看啊 这是B的执行 这是B的综艺链 B的综艺链 你要找A的话 是不是上这来找 是不是在这呢 对吧 咱现在要讨论的是 这个activation object 和A执行 产生的activation object 是不是一个人吧 对吧 咱刚才做的假设是什么 当我在B里面访问这个AA 让它变成0的时候 如果在A的里面再去访问 它是123的话 说明A的没被它改变吧 那就说明 A产生的AO和B访问那个AO 不是一个人吧 如果变了呢 就说明是一个人吧 如果变了是不是一个人 对吧 那你说变不变呢 变不变 不变 不变啊 能看清吗 来跟我读哈 乐音0 是不变 变还不变 变了吧 你考虑一个问题啊 你考虑一个问题 AO怎么产生的 由函数值行产生的吧 那 如果B拿着这个AO和A那个不一样 B拿那个AO是谁给的啊 如果不是 如果B拿那个AO和A那个AO它不一样的话 那他那AO是谁给的 没人给的吧 没人能生成这个不一样的AO吧 所以他不可能有新的AO啊 他拿的就是A的AO的那个引用 就是你那个 比如说咱有个房间 你挂个牌 你给这个房间起个名 叫什么什么 幸福屋 它叫快乐屋 对吧 其实都是一个屋 对吧 A屋和B屋一个房间 只不过拿你名用一用 是这个回事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就说 B访问那个AO 就是A产生那个AO B的综艺链里面那个AO 也是A产生那个AO 那就是一个人 能懂我意思吧 只不过B说了 你看 我要形成一个综艺链 对吧 我总上你那块拿不体面 你能不能给我个名 咱只想一个引用 你让我体面一点 能懂我意思吧 这意思 让我体面一点 其实一个人 你知道吧 其实一个人 你就看这个AO 和A产生这个AO 他就是一个人 懂我意思吧 就是一个人 你再换着说 全局的总得是一个人吧 是不是全局的GO 总得是一个人 你看他们 但凡有个链 必须存的就是GO吧 那他们都不一样 那还得了 他改下全局 他改下全局 大家谁都 谁也没变谁的呢 对吧 那就没有操作意义了 对吧 都是能操作 都是一个人 都是一个人 只不过A这个AO 就是A产生这个AO 包括他的这个GO 包括他刚才联同这个GO 在B的时候 把引用直接给 B了 给他去用了 能懂我意思吧 把引用给他去用了 没问题吧 这 这能听懂吧 能听懂吧 OK啊 就是为什么他要这么繁琐的过程呢 其实他是为了理解的 为了便于理解的 就是 这个 这一系列知识点 给大家讲了之后 我就是让大家知道啊 每一个函数 他自己都有一个知心善文的集合 叫综艺链对吧 每一个函数都有一个自己的综艺链 我们真正在这个函数里面 去访问一个变量的话 要遵循这个函数 所产生的综艺链 去访问 明白我的意思吗 要遵循这个综艺链 去访问啊 然后接下来 不对 还没完事啊 接下来 接下来啊 咱研究一下这个函数执行完的一个顺序啊 什么叫执行完的一个顺序呢 咱看这 当A 首先A定义 A执行 B定义 B执行 B执行完了之后呢 就是说B执行完了之后呢 一个函数执行完了之后 是不是要 销毁他的执行线线纹呢 对吧 一个函数执行完了之后 是不是要销毁他的执行线线线 咱看这个图哈 看图 这是不是B执行的过程 当B执行完了之后 他说把他的执行线线干掉了 然后回归到他被定义的状态 等待下一次被执行 对吧 干掉哪个 他只能干掉自己 那个吧 是不是 这个是B自己产生的AO 他只能把它干掉了 怎么干掉的 把线给去了吧 去线才是他干掉的 唯一的方式 对吧 这房间里面 我不指向 我这个空间不指向那房间了 对吧 所以这相当于一种干掉了 对吧 他把自己的执行线线线干掉了 干掉之后呢 B又回归到他被定义的状态 等待下一次被执行吧 如果下一次被执行的话 他下一次还会产生一个新的AO 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建立吧 是不是在原来基础上 加上新的AO 就相当于又连一条线出来 对吧 但是执行完之后 他又被干掉了 对吧 B被干掉了之后 就B执行完了之后 会遇到被定义状态 等待下一次执行 那这个时候呢 咱看原来这个 咱看原来这个程序 B执行完了之后 是不是就相当于 A也执行完了 因为B执行是最后一句了 这个执行完了之后 就相当于 A的所有执行语句 是不是都执行完了 执行完了之后 是不是A就执行完了 A执行完了之后 是不是A说了 我的AO我也不要了 对吧 A说了 哥们 我的AO我也不要了 对吧 他得销毁吧 他销毁 咱得回到图里面 上哪步销毁 上这步销毁吧 A是不是有一个 就两位里面 一个D0位 一个D1位 对吧 D0位里面存的 是不是自己的AO 然后D1位存的是GO 对吧 这回他说 我执行完了 我要回归到 再一次被执行的 一个状态 那是不是剪掉 自己的线 剪掉自己这个0 对吧 但是他剪完他的0 他不得了 你好好看清楚 他的0里面有啥东西 由于A 他的执行 他产生了一个 执行纱纹 他的执行纱纹里面 存了一个变量 叫B函数 他如果把这个0 减掉了之后 他说明一个事 这个B函数 你不用等待 下一次被执行了 你都没了 你不用等待 这光荡 是不是他都没了 你不存在 我A执行完了 把刚才的执行纱纹 都扔掉了 我A的执行器 上下纹里面 存的是你B函数 你B函数 刚才那个B函数 就已经被抛弃了 没了吧 对吧 没了之后怎么办 没了之后 就永远都没了吗 没了之后 A是不是回到 被定义的状态 就不用管B了 刚才那个B 就是永远都没了 刚才那个B 就是永远都没了 A又回归到 被定义状态 等待下一次被执行吧 当A下一次 被执行的时候 什么样 A再来一次执行 它是不是又得 产生一个执行纱纹 再连上这个线吧 再把这根线连上 对吧 再把这根线连上之后 就是 当然我说错了 我不能这么说 不能说再把这根线连上 应该产生一个 独一无二的执行纱纹 然后把这个 独一无二执行纱纹 再放到自己 送用这儿最顶端 对吧 刚才产生执行纱纹 已经扔没了 已经扔得不到哪去了 对吧 产生一个新的执行纱纱纹 放到自己 送用这儿顶端 然后由于产生了 新的执行纱纱纹 它又产生了一次 B的定义吧 又一个全新的B函数 呈现出来了 对吧 然后那个全新的B函数 保存了A的劳动成果 对吧 全新的B函数 又保存了刚才A的劳动成果 又像一个这个样子 对吧 然后再一次等待 它被执行 如果再次它被等待 如果下一次再次被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B函数 会生成一个全新的执行纱纹 贴到自己送用那儿最顶端 然后形成一个送用鱼链 等待的被查找变量吧 是不是一个这样的环节 对吧 OK 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周而复始 是不是这个过程没问题 这个过程没问题吧 行了 这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流程 那咱看吧 咱写 咱写个小例子 咱一起练一下 B执行 C执行 然后A执行 来吧 第一步先干嘛 其实别看这堂课麻烦 麻烦这个东西 你履清了之后 以后呢 甭想这个问题 你就直接记住规律 其实就行了 其实这堂课就是铺垫一个理论基础 第一步先干嘛 先A定义 对吧 先A定义 Define 对吧 然后呢 然后里面存的是啥东西 A里面存的是一个 首先它都有scorp scorp对吧 scorp scorp里面 scorp scorp里面存的只有一位吧 是不是想成这个送用链 但只有一位GO 对吧 然后呢 是不是A执行 对吧 A执行的话 A的scorp里面 Ascorp里面放什么东西 A执行的话 A会产生一个新的执行赛本 放到自己的执行赛本 对吧 所以它第0位 现在 AO对了 AO了 然后它的第一位呢 第一位是GO 对吧 第一位是GO 然后A的事基本上办完了 A事办完之后 一看A的执行产生一个B的定义 对吧 B定义呢 B定义吧 Define B定义的话 站在A的肩膀上被定义了吧 所以B的scorp里面 放的是啥 放的其实就是A的劳动成果 就A的劳动成果 对吧 第0位是不是放的A的AO 咱把它写清楚 这是A的AO 对吧 把归属关系给它写好 A的AO 然后这块放的是 刚才那个GO 对吧 反正都是一个人 就是把人引用拿过来的 就起个名 对吧 就起个名 就是借一下 对吧 就是借用 来 然后呢 然后是B 紧接着B执行了吧 是不在这 对吧 咱不能说跳过B执行 直接看C定义吧 这不现实 对吧 B执行了才能有C定义吧 对吧 不执行的话 这个系统也不知道 你这个函数里面写的 到底啥东西 对吧 然后读音 读音 读音 不对 我这写错了 没人提醒我呢 你们四级这么过的 是吧 来吧 然后scrope里面存在啥 scrope D0位 D0位是B的AO了吧 对吧 他自个儿生成一个新的BO 对吧 B执行产生一个新的执行杉文 然后呢 放到最后这最顶端 那他放到最顶端了 其他的位置肯定一四向后串 对吧 所以他的第一位里面放的是 给他放开点距离哈 第一位放的是A的AO 对吧 A的AO 然后呢 是GO了 对吧 这块写二了 GO OK 然后紧接着 B的执行产生了C的定义吧 C的define C的define呢 这个C 那他自己有一个scrope属性 里面存的是B的 B的劳动成果 里面存的是不是B的劳动成果 他站在B的眼 他站在B的肩膀上看世界吧 对吧 他存的是一开始定义的时候 存的是B的劳动成果 紧接着他在执行的时候 他产生了一个 自己的 自己的AO 对吧 拿起来 C 啊 度印 然后C scrope 产生了一个 第0位是C的AO 对吧 C的AO C的AO 然后紧接着 第一位 B的AO 第二位 A的AO 然后第0位 啊 第三位 GO 所以你看啊 咱写完这个表之后 你就会明白 在任何一个函数里面 你想访问一个变量的话 你就找他的作用力量就完事了 对吧 你在任何一个函数里面 去找他的变量的话 是不是肯定是在这个函数 执行时产生的一个 执行筛文 产生的那个作用力量 对吧 你不可能在定义的时候 他定义的时候只是一个铺垫 对吧 真正他执行的时候 生的那个作用力量 才是他真正的作用力量吧 对吧 所以真正看的就是这个 Doing后面的作用力吧 如果你在A里面去访问 你就看A的这个 这个被执行的时候 他作用力量是什么样 对吧 如果你在B里面 访问一个变量的话 你就看这里面是什么样的 C里面访问的话 你看C里是什么样的 所以你看这个表 你就会明白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 在外面的函数的视野里面 你没法往里面的去访问 对吧 因为你看你站在B里面 你怎么可能看到 C的AO里面的东西 看不到吧 如果说你看 你站在B里面 去访问一个变量的话 这时候B里面 你去访问 比如说你去访问 你去访问CC 你在C里面定义一个CC 等一二三 能访问到CC吗 CC是不是在这个C的AO里面 你在B的AO里面访问 你根本就访问不到哪 因为B你看 你站在B的独庸里面 你只能看到B的AO A的AO和GO对吧 你是没法往回看 对吧 没法往回看吧 这个能懂不 这没问题 这块 好 买序呢 对吧 那个那谁呢 这是英语捐 OK 行了 但学语都懂了 行 我再强调一遍 OK吧 没问题 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 整体过程 所以基本上这个讲完之后 又加深一次咱们之前的这个印象 就是只有外面的能 只有里面的能看到外面的 外面的不能往里面看 然后挨牌按顺序去访问就完事了 按空间访问嘛 对吧 不就是这回事吗 然后紧接着再记住一个事 再记住啥事呢 就是你一定得知道 这里面的所有的A的AO 都是一个人 所有的B的AO 也是一个人 这就是吧 都是一个人 只不过他们互相借用了一下而已 都是一个人 就装饰一下 有的人就比如说 一个男同事 对吧 二十七八了 父母催婚 没女朋友怎么办呢 把别人借一回 铁哥们借一个 带回家过个年什么的 过年后还你 对吧 这样借的 对吧 对啊 咱以后尽量多说你们邓哥 对吧 我承诺大家了吗 用一个道具 讲完所有支持点 对吧 好了 咱接着往后看 哎呀 这么快到这了 你说 A还是不执行 A函数不执行 根本就不可能导致 B函数定义 就是A如果你不执行的话 你别看A里面 写一大坨代码 系统看不到 根本都 你不执行 他根本就不会读这些代码 因为系统执行的顺序 不是解释一行执行一行吗 解释一行执行一行吗 你真正读到A的执行 就是你等A执行语句 开始执行的时候 就是开始刚刚执行A的时候 他才会一条条 读A里面的语句吧 只有A被执行的时候 他里面的语句才会被读 你A要是不读的话 就是 A要不执行的话 你可以把这A函数折起来了 你可以把A函数折叠起来了 你里面不管写多少行的语句 什么定义一个A 定义一个B 什么的 就定义一个什么什么B函数 你A要不执行的话 这个东西就跟折起来一样 系统也不知道里面写的是吧 所以A执行才能导致B定义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然后咱这样吧 咱先别 咱先别往下讲了 再别往下讲 咱先这样 咱先再数一下这环境 再往下讲就B包了 再往下讲就B包了 因为太快了 咱缓一缓 那这样 咱到这 咱再看 这个C执行完会干嘛 C执行完是不是扔掉自己的真心探文 不要了对吧 咱说C执行完之后 是把这个C的AO去干掉 干掉之后 回归到被定义转 回归到它被define的状态 对吧 那如果在这个状态之上 我再执行一次C呢 是不是会生成一个同样的 类似于这样的环节 什么叫类似 类似就是 除了这个B的AO A的AO和G的AO一样以外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也就是这个C的AO 是不是new的一个C的AO 和刚才那不一样 但是上面线的一个环节 是不是一样的 为什么一样 因为它基于的基础 都是C的define的 对吧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环节 对吧 其实基础这样 OK 行了 咱这样说一下 OK了 咱这样吧 给点时间再练一下 你们在自己电脑上练一下 今天